闺蜜脱下巴 我下巴掉了 怎么弄的 最近食堂包子太大了 嘴张大了 闺蜜去追踪她老公 当她老公刚进一间房子的时候 她说 快把门踹开 不急 等几分钟再踹 不行 等几分钟什么也抓不着了 勿进南侧 只见那男生大叫一声 流氓 非礼 然后双手捂胸 俺说了一句 同学 你捂错地方了 手机上突然来了前男友的电话 是找我叙旧呢 还是通知我她结婚了 更或者借钱呢 硬着头皮接了 你好 你的快递 火辣的女子卖健身卡 每当她弯下腰 一对大咪咪便现场直播 我提醒她 你走光了 我不走光顾客就走光了 闺蜜说 以后要给我家孩子取名叫芝麻 为什么呀 以后就站家门口喊芝麻开门 门就开了 公司组织文艺会员 我被经理拉去小合唱 不行 我唱歌跑掉 没事 结果到了正式会员 被热烈的气氛感染了 情不自禁一声吼 二十多人都被我带跑了 一个女同事关切地对我说 你要多注意身体 你一上午都没去洗手间 我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从早上见到你到现在 你的拉链一直没拉上 如果你妈和你老婆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肯定救我妈 老婆我根本救不过来 哥们问她老婆 在诸多的追求者中 为什么会选择了我 她老婆说 只有你不打呼噜 和老婆手拉手去上街 同学羡慕地说 结婚这么多年 还手拉手的 不拉紧不行啊 这败家娘们 一不留神就去买东西了 想要小孩 咱们领养个算了 要不我去和别人生个 你都能接纳 不是我们两个的 为啥就接纳不了 有一半是我的呢 表弟找我 你以后别老往外跑 好不好 你天天往外跑 还有脸说我 昨天下午 你爸到网吧找你 结果把我给逮了 害我被我爸一顿揍 男女心跳速度不一样 都是人 怎么会不一样 来 我先用手按在左胸口 帮你数下心跳 二十多年的闺蜜啊 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咋回事啊 他让我把他的男友还他 可那是我拿我前男友换的 老妈要回老家住几天 临走时 嘱咐我多开空调 我说 不用 我年轻活力大 扛动 你是扛动 我们加尔哈可不能动坏了 刚认识女友 他羞羞地说 请把你的手放在离我心最近的地方 我看了看 他胸很大 只得把手放在了他的后背上 老公为妻子买了一副首饰 妻子说 太贵了 如果你给我买辆奔驰轿车 不是更实惠些吗 可奔驰轿车现在还没有假的 差两千块 晚上回家找老婆拿 老婆让住一晚再走 我说不住了 老婆悠悠地说 两千块都不赔我睡一晚 以前成绩很好 但不爱交作业 英语课代表天天催我交作业 后来她躺在我身边 还是每天催我回家交作业